萧文喝道 追 一定要堵住他 三个人也及时变相 只是刚冲出去没多远 孙姨就叫道 哎 他又变相了 他的速度比我们快 他快和我们平行了 依仗在阵中行进的高速度 唐杰不停的变换位置 再加上萧文他们迎面而来 很快就逼近到同一线上 再这样下去 就会变成唐杰比他们更靠近渡门棋 一旦发生这种情况 唐杰将不再顾虑他们 直接全力冲刺 就能把三人抛在后面 妈的 此刻听到孙姨这话 萧文有些急了 多了多久 终于到 孙姨 用破阵爵位我们开落 刘尽 和我去接他 是 两个人同时答应 孙姨手一挥 一柄冰光长剑 已从他背后飞起 向着唐杰的方向飞去 放出了大片剑光 这剑光如有实质 刺破黑暗 在黑雾弥漫的大阵中 刺出一条雪亮的光道 照清前路 同时 竟还能一路引发阵内攻击 萧文和刘尽 则是趁机跟在飞剑后面 快速逼近 一下子就大幅缩短了 与唐杰的距离 那剑飞至唐杰头顶 剑光照耀下 萧文与刘尽 同时看到唐杰 也看到他那自信 与从容的表情 他挥刀 断肠刀斩出的火光与飞剑相撞 发出铿锵鸣动 在这剧烈震荡里 唐杰后退 再次退入那深沉的黑暗中 反倒是那剑光并不退却 只在空中不断的盘旋 放出大片光辉 在孙怡的指挥下 更是不停的飞行 追逆着唐杰 唐杰的身形刚消失 就被那剑光照了出来 下一刻 冲击而来的刘尽 已举起手掌 对空一拍 一只大手印在空中凝结 摇摇拍向唐杰 唐杰挥拳相迎 拳掌对撞之机 唐杰已借着这一次对拼 再度向斜刺里冲去 唐杰和我一战 萧文发出愤怒的吼叫 他在七绝门中排名第二 实力字也不俗 不过却很少有人在意他 在六大派里 七绝门的人实力一直不为人所重 同样是第二 萧文在横向对比中 却是净烈末位 甚至连木翼也很少有人 把他当回事 七绝门之所以不惜 和死对头合作 也要拿下此场胜利 除了为门派争光的意思之外 又何尝没有为自己证明的目的呢 如今唐杰就在这 萧文就要用他来证实自己的墙 此刻看到唐杰后退 萧文喝道 刘记 保护我 说着萧文口中喃喃 双手已同时失为 在身前划出一道道俘虏印记 随着他手指划过空间 点点光滑就留在空处 渐渐形成了一幅奇特的图案 看起来倒是与八卦图有些相似 细处又有许多不同 这正是七绝门第五秘传 无极图路 此法威力极强 就是施法需要时间较长 此刻 萧文仗着有刘靖在身旁护卫 肆无忌惮地施展自己的最强秘法 就在萧文施法的同时 黑暗中一点兴芒乍现 浸射萧文 刘靖大吼一声 一拳倒出 将那来兴轰散 就在兴芒被轰散的同时 一道人影从黑暗中冲出 正是唐杰 他的脸在刀光与黑雾的映照下 显得有些阴冷 双目却直盯着正在施法的萧文 你休想过去 刘靖大吼道 双掌同时前推 一道黄色土墙 以正面迎向唐杰 同时 他背后更是生出一片宝光 将整片区域笼罩 只要阻他一下 萧文马上就好了 这是刘靖唯一的念头 为此 刘靖直接使出自己最强的两大防御手段 然而 就在他出手的同时 唐杰却笑了 他急停 便前冲为横移 再度向着黑暗中抹去 只是这次换了个方向 却是冲向萧文他们的身后 刘靖先是一乐 随即醒悟过来 大叫道 不好 孙姨 唐杰 唐杰以一对三 必然不是三人对手 正因此 必然会想尽办法分割三人 而萧文他们 则努力避免被分割的命运 可惜啊 无论他如何努力 还是被唐杰抓住了烧纵济世的机会 趁着萧文施法 刘靖保护的短暂空档 竟是直扑后方的孙姨 此时 孙姨手中无保 专注施法 又只有一人 一旦让唐杰近身 必败无遗 想明白了这一点 刘靖就要冲出去阻拦 转念又想到 自己一旦离开 那萧文被他趁机袭击怎么办 这让他犹豫了一下 不过 想到以萧文的实力 就算被唐杰破坏施法 也不会有危险 反倒是孙姨 实力为三人中最弱 又无法器在身 危险最大 这才决定冲出 这一下犹豫 本就让他晚了一步 偏偏离开时 又被他自己释放的土墙 阻挡了一下 结果就是 等他冲出时 就见唐杰 以闪电般强冲出去 怎么会这么快 要知道 这可是在镇里啊 刘靖先是一惊 随即醒悟过来 原来唐杰是在沿着 他们开过来的路前进 历时色变叫道 不好 飞剑开路 最不好的一点就在于此 他虽然可以激发陷阱 却也同时形成了无差别的通道 萧文他们能利用 唐杰也能 当萧文他们追着飞剑开出的道路 快速追上唐杰的时候 唐杰却是逆着这条路 反冲孙姨 而反冲孙姨的另外一个好处就是 可以趁机拉开与萧文的距离 他在镇内不能快速移动 躲避无极途路 但是在这条路上 他可以 所以他冲锋了 发动子电纵身法 在一瞬间将速度提升到了极致 这还不算 就在将要冲抵孙姨身边时 他没有第一时间去攻击孙姨 反而转身 对着后方摇摇暗出一掌 口吐一言 声 这一下生子爵出口 阵内是风云变幻 刘进正在追着唐杰狂冲 就听深舟冰封乍起 火云突卷 雷鸣呼啸 电闪极光 一到雷电 强力的突然从虚无中出现 一击打在刘进身上 将他劈了个正着 总算刘进身上 已经套了防御法招 未被一击劈死 然而是如此 身上也是一阵电光闪耀 整个人被麻痹了一番 混蛋 刘进气得大骂 被开辟过的道路 突然出现阵内机关 不问可知 那是唐杰搞的鬼 风火烟罗阵 拥有自动修补和转换 机关陷阱的能力 否则 仅靠一柄飞舰 就能开出通道 那闯阵 未免太过简单了 唐杰所做的 就是激发这大阵的 自动转换能力 将别的地方的陷阱 移动到这条路上来 以此阻碍流进的追击 唐杰不是大阵的控制者 照理是做不到的 但阵法变换虽然无穷 道理却是相通的 转换机关陷阱属于变化 正在渡门掌控内 偏偏 他们现在所在的 又恰好是渡门所在 先天就利于掌控 唐杰在以小手段刺激大阵 四九真言虽然威力不大 却是变化多端 生自觉并非攻击真言 而是以万物生机变化 来加强法阵的效果 再配合唐杰那一拳轰击 正刺激了大阵 使阵法自动激发出变化效果 结果就是 刚刚被飞剑开辟出的道路 被拦腰截断 刘尽再想追上唐杰 亦是千难万难 最要命的是 刘尽发现 这一下拦腰截断 竟然还是个二刀流 不止截断了他通往孙怡的路 也包括了他缓回 萧文身边的路 硬生生利用阵法 将他隔绝在法阵之中 当然了 他仍然可以利用自己 对阵法的了解走过去 但是速度却再也快不起来了 最要命的是 虽然他实力强过孙怡许多 却偏偏就是个 不会破阵诀的 混蛋 看到这一幕 刘尽知道 还是上当了 千算万算 不想分离 没想到 竟然被唐杰 利用阵法本身 反摆了他们一道 这烽火燕罗阵 是七爵门密创 唐杰之前 绝无可能知道 他要是知道的话 也不可能让喜悦学子 走入陷阱 可他现在的表现 却是比七爵门的学子 还熟悉这个阵法 也就是说 他完全是在这段时间内 自己慢慢熟悉 逐渐掌握的 这怎么可能呢 刘尽简直不敢相信这个答案 这也实在太过匪夷所思了 与此同时 在截断刘尽来路后 唐杰一挥身 以看向孙怡 孙怡的脸色 已是一片苍白 他呆呆地看着唐杰 单手掐引剑绝 正拼命催动法阵回归 可惜任飞剑来得再快 也没有唐杰的动作快 他冲前 对着孙怡的鼻子 狠狠击出一拳 一拳之下 孙怡应声跌飞 那飞剑也因失去控制 直接从空中坠落下来 没等他落地 唐杰已冲上前抓住了他 别杀我 孙怡惊叫 无论是门派排名 还是个人排名 孙怡都在唐杰之下 唐杰又是有名的炼体强人 近身无敌 因此唐杰一近身 孙怡就放弃了 他不知道 现在他面前的是分身唐杰 而不是本体唐杰 那所谓的近身无敌 早不存在 真要硬拼的话 就算不敌 拖延时间还是可以的 没准还能等到刘静和萧文救援 可惜信心失去后 就连交手的勇气都没了 乖的话就不用死 唐杰回道 顺手按住孙怡 系在腰间的玉牌上 输入一股灵气 那玉牌的传送功能 已然发动 看到唐杰 强行把自己传送出去 孙怡松了口气 不管怎么说 总算不用死了 玉牌的传送 有时间限制 随着白光渐渐凝聚 直通天际 孙怡的身影 向空中升去 看起来颇有几分 飞升的景象 突然想起了什么 孙怡面色大变 叫道 我的剑 现在是我的剑了 唐杰笑道 书家总得留点什么吧 随手一抓 已将那坠落的宝剑 抓在手中 中央烟住的山头 木翼坐在山头 如老僧入定 不发一言 前方山下 大片的烟云雷电中 彭耀龙等人 则是在苦苦的支撑 在烽火燕罗阵的作用下 整片阵内区 正变成一片恐怖的死亡地带 到处都是毒 雷电 火焰和风刀在肆虐 没有了唐杰的指导 这片土地 正式开始发威 每一道从地底生起的气柱 都变化成各种威胁 不断冲击着 消耗着喜悦学子们的力量 当然了 天下从没有什么消耗 是单向的 在大阵消耗着喜悦学子的同时 他自身的力量 其实也在被消耗着 这是七爵门的人 在提供灵气支援 维护阵法运转 尽管如此 相比喜悦派的消耗 七爵门的消耗 还是少得多了 在这种情况下 喜悦学子渐渐不知 就在此时 后山突然一道白光亮起 这白光不同于宝光 一看可知 是传颂光滑 凌王一道 后山传来的 应当是唐杰战败离去 他可不认为 萧文等人 集合三人之力 还不会是唐杰的对手 穆逸却是淡淡的 不是唐杰 这话一出 七爵门众人 同时色变 穆师弟 一名学子已叫了起来 穆逸抬头 正正的看着那光滑消失 我听到了 孙师兄的叫声 如果唐杰听到这话 并会大吃一惊 双方相距如此之远 又有风雨雷电 焦杂轰鸣 怒意能说出 听到孙仪的叫声 这只意味着一件事 悟道 声之道 听风 从一切有违法中 筛选出自己 想要听到的声音 声之道 与唐杰的洞察之道一样 也有诸多发展的方向 而且变化更多 方向更广 有真言 咆哮 音律 听风 等诸多变化 其中听风的效果 就与洞察 颇多类似 同样的道理 当选定一种发展时 并不意味着 其他方面 就无法发展 而是也会有 相应的提高 木义所选择的 就是音律 听风 不过是附带的 尽管如此 孙音那一瞬间的呐喊 还是被他捕捉到了 从而判断出 败者是孙怡 真没用 林旺气的 一拳打在树上 也不知道他这句话 是骂孙怡呢 还是骂那三人呢 旁边一鸣七爵门的学子一道 林师兄木吉 肖师兄和刘师兄 一定会打败唐杰的 其他人正要应试 木义却悠悠道 怕是做不到啊 什么 大家一起看向木义 木义依旧是一贯的面无表情 指示道 冰封 圣石尚不能挫敌锐气 先机已失 机会不在 此战 肖刘失败几率极大 林旺 或许是唯一一个 还敢不服气的 这可能只是肖师兄 一师大义罢了 不管怎么说 他们都是在 风火燕罗阵的范围之内 身在阵中 有地形之力 又是以二对一 依然胜算极大 我绝不相信 唐杰在这种情况下还能赢 问题就在于 他们在风火燕罗阵中 木义回道 你还没看出来吗 唐杰对此阵的了解 正在迅速增加 他对这里的利用程度 只怕会比肖师兄 他们更高 尽管魏看到唐杰 是怎么打败孙怡的 那一刻 木义 还是猜到了唐杰的手段 就是以比七爵门 更强的阵道理解来利用 发挥周边的形势 听到木义的说话 大家对萧綦等人的胜利 彻底死心了 凌望的脸色变了变 终于道 我去帮忙 不行 木义已断然拒绝 说话是前所未有的快捷起来 你不能去 你已是时节之一 虽然你现在不怕太乙清玄碑被夺 但别忘了 我们的目的是逍遥宫 要想获得小公主的方心 你就不能输 否则 你就时节毫无意义 凌望一时哑然 木义说的没错 此时此刻 凌望实在不宜有任何负面表现 他们不知道 外面有人在看着他们 但他们知道 等他们离开此地后 最起码的战绩 依然有很大可能 会陈列在逍遥宫的案前 逍遥宫或许不知道 是谁运筹帷幄策划了这一切 但至少会知道 谁输谁赢 在这种情况下 凌望不能有败计